主播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傳出 今天晚上即將抵達台灣 並且很有可能要下他的飯店 就是在台北市信義區的這一間軍樂酒店 也因此在晚上警方就出動大批的警力 大概有200多位的警力 就部署在軍樂飯店周邊 因為今天晚上不少的抗議團體都來到這邊 像是新黨還有藍天行動聯盟 以及台灣人民共產黨這些人都來到這邊抗議 並且他們這個抗議的手段其實是滿激烈的 他們除了是把這個美國旗踩在腳下 甚至還撕裂了美國旗 因為他們說裴洛西來台灣 其實是在挑動對岸的敏感神經 而且這樣子台灣只是美國的棋子 這樣的話戰爭其實就在眼前了 所以他們就說台灣千萬是不能夠讓裴洛西進來的 只是現在這樣子的情況 警方他們也在現場要部署 所以他們也在現場架起了一些巨碼 因為除了新黨這一些之外 稍微也還會有像是統促黨 他們也會來到這邊來做抗議 其實除了這個要抗議裴洛西之外 也有人是要聲援她的 像是這個台灣激進黨 他們等一下說也要來這邊聲援 另外還有時代力量 也說晚上11點的時候 是要來這邊發100份的民主機牌 用這個機牌來發放給這一些在現場的民眾 希望可以來歡迎裴洛西的來到 以上就是現場目前最新情形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熱情形成功 想說 還盲 請